库斯科在说 尤其是女士 不要洗头 如果你没有高山症 但是可能洗头之后会造成缺氧 你说我马上拿这个吹风机 吹干 这个都会有问题 因为我接过以前 一个客人 他说我在西藏一点事都没有 那么他在马丘比丘回来 在库斯科游览完之后 他洗了一个头 想去吃晚饭 洗完头以后 还没吹干头 就已经倒下不行了 在那边开始呕吐 吐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的行程又取消了 所以呢 这个尽量不要 尤其是女士 尽量不要洗头 这个洗澡的话 那么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 就是你正常的体感温度 这个洗澡水比正常体感温度 要稍微低一点 就是洗澡水尽量偏凉 尽量偏凉 那么建议大家呢 还是不要洗头 尤其是今天晚上 尽量不要洗头 如果是你说我今天 不洗头很不舒服 我还是建议明天早上起来 明天早上起来再洗 晚上的尽量不要洗头 除非你的头发像我那么短 这个 还是有一定关系 因为这个洗澡呢 会增加血液循环 如果你本身的这个 血氧浓度比较低 你 你